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又是我,我是Carmen 還有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對,Carmen你好,大家好 對,袁醫生我們 對上之前很久很久都沒有解答過聽眾的問題 你都累積了很多來信 是啊 我們今天一次過解答有七百封信 第一封信是梁小姐 梁小姐向你查詢一些不育問題 她現在35歲,結婚七年多 兩年前打算生小朋友 誰知已經兩年都沒有進行避孕了 但仍然都不能成功懷孕 她就向你查詢了 自然療法到底幫不幫到她呢 其實我們在節目以前好像都提過 是的,這些類似的問題 因為不育這個問題其實都很普遍 今時今日 大概 是不是三對夫婦也一對 三對夫婦也有一對 就是企圖積極去做都還不到印的 也有很多人因此去嘗試這些所謂人工受孕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幾年前,差不多十年前 在Newsweek有一份專題的文章 在其中一行,一期裏面 就是提及人工受孕 結果結論就是 這些高科技人工受孕的方法 是四對夫婦有三對失望的 即是他們是不成功的 是 好了,最近也看到 近年的男性的精子 數量已經比二、三十年前 下跌 下跌了成倍 一半一半 但我聽過有些研究說甚至是零 零那些比較少 我講整體來說 他講大學生 他講大學生 他的研究就是用大學生的男性的精子去看 原來普遍來說跌了成半 有不同的原因解釋 為什麼現在人的生育能力改了 也有一種說法 你可以說是陰謀論也好 其實已經有人覺得地球上的人實在太多了 已經在我們的疫苗那裡 還有在我們的水那邊 已經落了一些東西 種了一些東西在這裏 令到我們的受孕的能力 就越來越減弱了 什麼原因都好 對一些夫婦或者夫婦 他真的想去生小孩子的時候 他生不到其實都挺苦惱的 在我們的過去經驗裡面 很多人都會問的 自然療法能不能夠幫到呢 其實我或者一次過回答張羅的問題 自然療法沒有什麼叫做不行的 不能夠幫助的 你所提的問題 在自然療法裡面過去都很多成功的個案 當一般的西醫傳統的對抗性的醫療 或者其他方法不行的時候 其實自然療法很多時候都可以幫得上手 所以在這個不孕這個問題 在我自己的經驗 我跟大家都講過 我們很多的病人 或者洗腸中心的顧客 他都有時候都是在洗腸的過程裡面 本來都是不容易受孕的人 都很快都受孕了 這個是我們的臨床的經驗 就是我們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洗腸中心 可以說是香港第一間 也都說是全亞洲東南亞第一間的 那麼我們的累積經驗 就見到這個現象 很多人認為他不會受孕 不刻意去避孕 在洗腸的期間就受孕 包括年紀很大的 四十幾歲五十歲的女士都是 他想著他沒有可能會有 但結果都受孕 我們的解釋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身體在自然醫療的程度很強調 病的成因就是毒素內聚 和營養不良 這兩樣東西都是很多文明人的致病的因素來的 我們那個子宮可以說是在我們的下腹 一個拳頭位小小拳頭的大小 是被大腸圍著的 如果大腸是很骯髒 因為便秘關係或者我們飲食的問題 導致很多毒素在大腸圍著 包著這個子宮 毒素是會不斷侵犯這個子宮 令到子宮的環境是不乾淨 因此身體覺得不應該養十分仔 導致你是不孕的 如果我能夠把子宮周圍的環境 那個大腸是可以清得乾淨一些 改善一下 那就是說你的子宮的環境好 那就是適宜的受人 那這個是我的解釋 始終這個洗腸碗槍治療 在早年 我講五十年前 在西方國家是很流行的 但當時那個不孕的問題 都是近年才有的 所以在醫學文獻上 我亦都未曾看到有些資料 就是解釋 為什麼洗腸可以幫助不孕這個問題 但我們的實在經驗就是這樣的 所以當我遇到這個情況 我們通常都是會用洗腸 作為一個排毒的高機制 然後營養不良 我就有一些很特別的營養補充劑 那就幫助男和女 我有些營養補充劑幫助男方的 增強他精子的活力 那我們接著就會加上同類療法 那就是我看病人的整體 體質 整體我叫做Constitution 那個體質的治療 找這個療劑幫助他 或者我們找到一個因由 他可能因為他用病人院 用得很長時間 那這個是一個荷爾蒙的衝擊 導致他就差不多 那我們就會用一些療劑 是有這種問題的起因 那我就會用療劑去解釋他 那譬如其中一個常用的療劑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一個叫做Cypia 蜜如湿 蜜如湿 蜜如湿有很多女性用的 蜜如湿通常的病因 都是跟荷爾蒙有關 吃多鼻孕藥之類 這是一個主因來的 那所以我就會用這個療劑幫助他 我是女士 我問過那些苦科醫生 或者見過加計會 接觸過加計會的人 以前很年輕的時候 他們說 避孕藥是對女士沒有任何副作用的 發展至今 可以放心使用 即是不超過某段期限 我很久之前解釋這個訊息 就是他不超過十年 做個舉例 那是沒有事的 那為什麼你剛剛才說 可能是停了被引藥之後 即是對我們是有影響呢 在醫學上 如果他能夠 如果將這個真相告訴你 是很嚴重的 尤其是在今時今日的美國 是吧 大把律師是沒有事做 等官司打的時候 他是死都不會承認的 那有些什麼的人 有這樣的能力 去做一個科學的研究 去證實他有問題呢 所以你根本上 你就不可以用這些這樣的 就是藥廠的講給你聽 那跟醫生講 醫生他開這個藥給你聽 他說這個鼻印藥是有很多問題的 他怎麼開給你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真相不在那裏拿出來的 但是現在已經看到了 很多時候 譬如有一段時間 我們就用那些 那些荷脈 replacement therapy 是吧 那些更年期的女性 會用很多的 現在最近發現 他們不敢多用 為什麼呢 會增加你的癌症的機會 那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才能看得出來的 那我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避孕藥 會和你的身體很大的衝擊呢 你知道避孕藥那個機制 就是為什麼能夠令你避孕 是用什麼機制 令到你受不了癌呢 其實它是令你長期懷孕 哇 幾年不停的懷孕 真的不知道 可以多說一些嗎 你自己想一下 如果你的身體 在一個被迫 在假的懷孕 整天就在懷孕 那你想一下 你身體的荷脈 不會受衝擊 那是不可能的事 OK 當然呢 男人就自己 如果男人吃 男人都不會吃的 對著他有多些癌症 他當然不會吃 其實很多時候 女性在某個程度上都挺可憐的 很多的藥物 男性不會在同一個情況之下 男性不會肯用的 好了 那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因為同一個療法 是有這種療劑 是專門解了這個荷爾蒙藥的 導致的問題的結 我們女士不爽 試過很多情況之下 某個程度上 我們都可以說 我們懷疑是這個因素 這個療劑可以解這個結 用療劑之下 病康復了 那你就知道真正的成因 所以在我們的處理方法 我們就會用自然醫療的方法 好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自然醫療 如何處理那個不孕的問題 在英國都幾十年前 都曾經有一個組織 叫做Foresight Foresight Foresight這個組織 曾經做了一個實驗 有很多有問題的女性 夫婦 懷不了人 或者經常流產 或者生出來的時候 生了孩子 有出現有困難 他用他的營養方法 將他改善整個體質 然後他再懷孕 順產 什麼都康復了 這是一個機構 在英國已經做過 如果大家有機會 再試一下 有沒有找到Foresight 可能他已經過了氣了 可能這個網址還有沒有 我也不知道 總之 很多年前 我是去澳洲 上一個 關於那些 那個 被孕受孕的課程 Fertility Management 我好像去了 去澳洲 上了幾個課程 大家都覺得 其實是有很多的原因 導致現在的人 很多情況之下 生不了小朋友 好 說回到那個 News Week 那一期行裡面的專題 最後的結論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你用這些高科技 用了幾十萬去搞 結果都是失敗而回 其實你給多些時間 養好身體 調理 很多人 最後都會受孕 我自己有個同學 自己是苦產科醫生 我相信 他讀醫學語言的時候 他太太當然吃很多鼻孕藥 是不是 到他真的想生我 他都搞不定 他都生不了 結果他全世界 什麼都試過 四面罰也去過 泰國四面罰也去過 那很多 急調時間之後 又受孕 他自己是苦產科醫生 他也遇到這個問題 都是時間 我覺得 到上一時間 你調理你的身體 其實很多人 最終都是受到孕 當然很多的情況 例如這位 梁小姐 她35歲 好像時間很緊迫 其實那個年齡 不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最重要的是 健康的狀態 我試過有一個女士 我幾乎她都成五十多歲 她打算自己是不可能的 結果都一聲懷孕 好的 既然你看到 健康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健康的人很容易受孕 你身體健康不好 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在自然醫療的處理 其實處理很多病 都是這樣的 回復病人的健康 其實他的問題 就可以解決 所以你說自然療法 能不能夠幫上 其實這個問題不用問 自然療法 肯定在大部分的問題 都可以處理得到 就算很多意外 創傷也好 我自然療法 都可以扮演一個很好的角色 但剛剛先 你不是提起營養不良這個問題 雖然我們以前說過 但我想值得在這裡再提 可能很多聽眾都會覺得 我們現在風衣粥食 在文明都市來講 為何都會營養不良呢 你看到很多人癡肥等等 他們會不會不太明白 其實你問得很好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我們今時今日和以前的 以前的食物都不夠 現在始終食物是很充足的 但問題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食物 其實不是真的營養的食物 很多都是工資 很多是精煉的食物 很多根本就是有很多有問題的成分 譬如反式脂肪 所有的精煉的食物 都有所謂植物油 植物油其實很多是反式脂肪 標籤那裡 就避免了這個講的反式脂肪 你一聽到植物油 你都知道是反式脂肪 所有的精煉的食物 我叫做製過的食物 processed food 都是很多這些的 食物是多 但不是代表營養是夠 在外國 在美國都曾經做過幾個研究 他將一般的普通人 幫他做一些血液的測試 看看基本的維他命夠不夠 發現一般人 既然最基本的需要的維他命 水平都是過低的 那就是說 我以為一般人是食物充足 等於那些基本的營養 其實是在事實上 是被證實是錯的 大部分人都是營養 很鞋鞋鞋鞋 導致慢慢的 吐出很多所謂慢性病 而我們處理的手法 多數都是用西藥去禁止症狀 所以你看到沒有什麼人 是用這種藥物來禁止症狀的大前提 醫病是能夠康復的 是做不到的 是 那好了 各位聽眾就知道 為什麼我們在大都市 遠醫生會提出一點 就是營養不良 其實我們以前都有提過 那我們現在就看下一封信 這個聽眾 他是寫一個全名來的 但在這裏我不想公開聽眾的全名 我讀他的頭八個字 他就叫Yanty102 就是Yanty102 他就說 袁醫生 我兒子今年五歲 但患有剃頭髮的問題 他說他試過做很多天然治療 甚至使用過淚固唇 但是似乎是無用 那袁醫生你有沒有什麼可以建議 他說他的兒子 五歲的兒子 他那種叫Lopecia Universalis 就是全身的毛都沒有了 不只是頭髮 不只是頭髮 頭髮 眉毛 什麼都沒有了 這種症狀 你說有什麼可以做呢 正如我再重複 我會用自然醫療 其中最主要工具 就是同類療法 我過去都醫了這些症狀 我診所裡也有一個字畫 是一個六歲的小朋友寫給我的 他為什麼會寫給我呢 他謝謝我治好了他的病 全身的毛髮都沒有了 另一個病人只有六歲就患有這些問題 是的 他治好了之後 他就送了一個字畫 他學字畫寫得很漂亮 都掛在我的診所裡 所以這種問題 我們都醫療 但不是說個個都一定行 但是你給多些時間 起碼給陰營的時間 其實大部分的這些問題 我們都可以處理得到的 我們通常都是用同類療法為主 營養療法其實都可以 有些毛病 營養是多些的 有些毛病 同類療法佔的重心比例大些 在這個情況 脫頭髮的那個 我會和他療法為主 因為很多十元仔 很難說十元仔有些什麼 大的營養不良的問題 所以我們過去都醫過這類的症狀 好 那 全都是七月份的信 是 我想是因為原醫生有點忙 七月的信 所以 其實我都不是很多機會 經常看電郵 有時同事就把這個資料給我 Anyway 我們趕快幫你解答 這位姓吟的 是的 那 電郵頭五個字就是 JCWNG 那他就是原醫生 鉗合療法 能不能夠用去 醫治這個 心血管痛 高血壓 低血壓 還有這個 濕疹 在那個 鉗合療法 英文叫做 Chelation Therapy 基本上 它是一種 靜脈 滴注一些EDTA 這種這樣的化學物質 是可以幫你身體的 重金屬 是可以 鉗了它出去 然後是你的 神裡面排走的 那麼 EDTA 很多時候都用在那個血管的問題 深血管的問題 是 血管所謂血管閉塞 那就是已經是 證實是有 是有這方面的療效的 那所以 是可以用 那但是始終呢 這個始終是一個 一個 一種高科技的 就是小說的高科技 那也都是 都 都幾花時間的 通常那些病人 會去過醫生的診所 進行這種治療 通常不會去醫院的 就算香港都有的 有些西醫都用這種方法 那你就做一個滴注的方法 那它就將那些EDTA 可能加上維他命C 加上其他的營養 就在那裡 就是你在坐一張大梳化那裡 坐牠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每一次的療程都是這樣 我想都幾千元一次 都不是便宜的 那花費也不少 始終有很多其他方法 就是不是說 那個方法不是說 沒有用 其實都有用的 但是在我們呢 我就用一些 低科技的自然醫療的工具 那我也是一樣可以處理到很多 這些心血管的問題 高血壓的問題 低血壓高血壓濕疹 那跟著我們就第四封信了 那個聽眾叫Alice Mock 那他就說 他女女 曾經很多次 嘔吐、昏迷和抽筋而入醫院 經過檢查之後 就是說他的腦電波過多 而形成抽筋的現象 作為媽媽的 當然每晚都很擔心睡得不好 那經由朋友介紹 得知你或者可以協助 那他就詢問 請問可不可以幫一下他們呢 因為真的很想找些辦法幫到女兒 他今年只有五歲半 已經吃了抽筋藥超過一年了 每日都要吃三次 平均幾個月就大抽筋一次 那看到當然是感覺很傷心很難受 那在自然醫療和療化 我們其實也處理過很多 很多這些所謂發洋釣這種症狀 那在好幾年前 我都在英文台 在香港電台英文台 第三台 都做了好幾年的節目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去的 那我當時我也都討論過 關於發洋釣這方面的問題 那在美國呢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機構 英文叫做 Human Potential Development 的一個機構 那他也都提及 其實關於發洋釣的治療 那他們的經驗 他們的中心 都是處理過很多這類的 發洋釣的小朋友 他發現很多的西藥 其實是 不是真正有什麼大的幫助 到幾年之後 其實那個藥已經沒有了 你吃了不吃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了 那麼也都很多情況 這些這樣的抽筋 發洋釣 是都這樣 有些人都會自動 身體調整 即是適合適應了之後 自己都過了的 但是有些 很多家長很擔心 即是一停藥 他會抽 這樣 所以就經常都不敢停藥 是的 但問題就是這樣 你知道這些藥 是抑壓你的神經的電波 那你想想 你的神經電波 長期被抑壓 你肯定 你的神經的智力 那個成長 肯定會受影響 對 我亦都處理過 這類的症狀 我試過有一個 有一個女士 她都二十幾 二十幾 三十歲 吃的藥 吃到她的人 變成癡癌了 你看看她整個樣子 是一種癌癌的 但怎樣呢 她那種抽筋 是很嚴重的 一抽起來 就碰到地下 碰到癌癌的情況 我們都是用我們的方法 去處理她的 我初期都有進展的 我都很奇怪 一個成五六種藥 吃的 吃了五六幾種藥 都完全控制 不是控制得到 控制得到 所以我們就 就是一樣的 花樣貂 我們一樣有機會可以 治癌得到她 但最好就是 那個病者 最好就不是吃很多 很多的抽筋藥 因為你吃得多的時候 你很難脫 你一脫 它就會反彈 變成了 在過程裏面 都需要一段時間的 適應掙扎 所以我們很多 經常都說 最好給自己 一年的時間 好好的給我們去做 我們通常都是會 如果她在吃藥 我都不會即時 幫她戒 我也都不可以 幫她們戒西藥 西藥要自己 西醫自己 去西醫幫她戒 但是就是一般人 跳出不到這個圈圈 這個循環 她覺得 怕不吃就會反彈 沒錯 或者繼續抽 她要指著 是啊 但是這樣就撕不掉 撕不掉之後又有副作用 沒錯 那就繼續吃 是啊 是很可憐的 我相信這位媽媽 都是她都看到的 她小孩在吃肉 一直這樣吃下去 她小孩是會有種 很遲遲頓頓的感覺 她肤作用是肯定會有的 但是你怎麼去脫呢 怎麼去做呢 當然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我最好就是一些病人 是一早期有這些 抽筋的跡象 就早些找治療醫療去 就是你首先用這個方法先 那不要吃了藥之後 按了那個症狀 才找我們再去幫她甩 因為那時候是複雜很多的 但是如果我假設 真是一個好像這個case 我吃開藥的 是減藥會不會對我的小孩 有很大問題 即過度期交不交接到的 問題呢 我一般來說 都要看個別的情況 根據Human Potential Development的機構 他們的過去經驗 其實發現很多小孩 吃了經驗之後 其實藥已經沒有作用了 就算她不吃 都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在他們的經驗 這個機構的經驗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都慢慢幫那些小孩 戒了藥 因為藥的副作用 令到你的腦 那個電波來到隔了抑制 就肯定會令你的 整個智力的成長都有問題 所以當時他們很多時候發現 小孩叫她慢慢停下來 慢慢停下來 就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她就不用吃藥了 其實可能都已經好了 嗯 好了 我們暫時解答這四封信 因為第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第二節再跟大家聊過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好 又回到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啦 好 袁醫生 我手上有封信了 是我們今天的第五封信 這封信都挺特別的 那就是一個姓卓的聽眾 她就說袁醫生你好呀 我有一個九個月大的BB 健康院呢 就指定需要在六個月之前打的疫苗呢 我的女兒都打完了 但是 就是要到一歲才打的針呢 就未打的 那我應不應該帶個BB去打呢 可不可以不打呢 但是如果不打這些針的話 怕不怕是因為未完成整個療程呢 當遇到以上疾病的時候 就會產生抗弱性這個問題啦 希望袁醫生回覆她 多謝 這樣 你一看到呢 因為聽眾 應該可能都是聽過我們以前的節目 是的 因為我們疫苗的問題 是一般的人都沒有什麼機會 認識真相 因為一般的大眾傳媒 也都很少提及 也都不會將疫苗的問題 是會報導的 是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 為什麼這個聽眾 會有這樣的問題出現呢 很明顯 應該聽過我們以前有好幾集 如果大家未曾聽過呢 可以回到我們過去的第四十三 至四十七集 差不多五集 我們都很詳細 跟大家分析 疫苗本身的問題 其實她這裏有少少混淆的地方 大家看不看到她的問題在哪裏呢 似乎她就好像一般人 對認識抗生素方面 對嗎 因為抗生素 大家都經常聽到 現在外面有種說法 吃新的抗生素 一個療程給一個星期 通常有些人覺得病沒什麼事 好回來 兩三天好回來之後 就不會吃完 不完成 是 接著有種說法 這些要吃完 否則就會出現抗藥性這個問題 是啊 其實表面就好像這樣說 其實背後 其實是完全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的道理 其實有幾層的問題 但以前的醫生都是這樣跟我說 你要吃完的 抗生素不吃完 就是你不完全殲滅這些菌 是啊 下次 下次發得更厲害了 因為你沒有完全殲滅她 她產生了抗藥性 是啊 其實整個抗藥性的問題 可以這樣說 是整個醫療界濫用抗生素導致的 不是每一個個別的人 就沒有吃足一個星期 那個配配的抗生素 你知道中國在西醫裡面 什麼鬼芝麻綠豆的病 都是用抗生素抗生素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因為大部分的西藥都是自標不自本的 尤其是雙風感冒 其實現場來說是沒有藥醫的 是沒有有效的西藥 雖然你說特敏福 特敏福對處理的流感 其實那個療效都是很皮毛的 所以除此之外 其實她手上是沒有什麼藥的 你知道一般的人去看醫生 當然希望醫生做些事 有你沒有你做些事 不要說有沒有回去睡覺 喝多點水 這些外國的西醫就會這樣做 但很多時候香港的西醫 她不敢這樣做 因為病人對健康的訊息 有很多錯誤的觀點 這個是根深體固的 如果她用這個外國的西醫 正確的主理方法 香港很多病人就會 另外一個西醫 就會下重藥的西醫 所以你看到 很多人都有這種 抗生素都吃完了 但其實抗生素產生抗弱性的問題 是整個醫療界的普遍地 濫用抗生素而導致 大家在最近的傳媒報道 都有說中國大陸這方面 是很嚴重的 就發現導致很多這些 超強的超頑強的細菌出現了 中國政府就是怎樣呢 就簡直就是禁止醫生 醫院裏面是 立戀開抗生素的 這就是真正導致的原因 所以你曾經所說的 其實疫苗不是抗生素的 疫苗沒有抗弱性的問題 既然疫苗是不同的 還有那個根本本身都是大有問題的 那其實你說是否真的要繼續打下去呢 那用一般的常理 如果一件事根本沒有真正效果的 疫苗不會令到你的兒子真正健康起來 我說健康 你說避了病 因此而不健康 其實不是你的最終目的 就是你說我不出麻疹 我不出水斗 我不出山榨梳 那你不出了之後 跟著你的身體 沒有這個機會去鍛鍊自己的免疫能力的時候 而變得身體更加殘弱 更加容易出敏感的問題 包括濕疹皮膚問題的時候 那你想不想做出這個代價呢 所以疫苗基本上 沒有嚴格的科學上 證實是有效益的話 那你是不是應該打呢 是不是應該打完整個療程呢 其實打一次已經多了 還要繼續打下去 好了 那什麼叫療程呢 如果你看回疫苗的歷史 我們早年 譬如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都幾十年前 我們有沒有打這些針 其實是有的 但打多少呢 其實打的數量是少很多的 還有什麼時候打呢 很多時候大過打一下打一下 即加一下加一下 很少 就像現在 六個月之前 打一大量 就抓住來打 對 那數盤就打成幾十支 所以導致很多的小孩的健康問題 包括免疫難的問題 所以現在十分仔的敏感問題 是很普遍的 還有十分仔的自閉症 或者阿斯伯格爾的症候群 學習能力的問題 那個暴力的傾向 其實已經在有科學家 是很清晰地指了出來 這個與疫苗注射有關的 還有嬰兒疏水症 Southern Infant Death Syndrome 在澳洲有一位科學家 Viarra Scribner 曾經寫了一本書 他說 根本在我們的醫學界 已經要了解到 Southern Infant Death Syndrome 是因為疫苗打針導致的 甚至死是針的副作用 就不是被工人插傷它 打傷它 很多時候被媽媽插傷 讓它無法呼吸 其實根本的問題就是 因為疫苗打針的關係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 基本上不會有抗弱性 疫苗是另一回事 跟抗生素不同 按照我所知 疫苗都應該是獨立的 對嗎? 卡解苗就是卡解苗 對嗎? 對 不會是整個療程 0至2歲 或0至1歲 對 所謂的療程其實很有趣 因為我剛才想說 我們以前所要求的 打的針是很少的 為什麼突然之間 一邊加一邊加 其實沒有什麼 實實在在的療程 只不過是一邊加下去 一邊打針 越來越年輕 越來越細 原因就不是說 小過打是好一點的 只不過原因就是 10元仔通常就是 所謂的服從率是高一點的 compliance 高一點的 所以方便醫生 進行這些打針的步驟 就打到寶寶仔 寶寶仔通常都很被動 如果小孩幾歲 你打針 每次都跟你爭取一段 所以其實 將疫苗的時間 一直改到越來越細 其實原因就是 不是因為有科學的證實 小溫仔打是更加好的 其實小溫仔打是更加危險的 所以疫苗本身是一個很大 很具爭議的 而且對你的小溫仔 將來的健康 是扮演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所以是很值得 大家在這方面 好好地去跟進 除了我們的網台 我們講過很多集 中文那本書 周樹翔博士 很多年前 我們診所有十幾本書 他看了之後 他就組合了這本書 叫做免疫針危害健康 中文書 英文書是很多很多的 再重複一講一次 通常我會介紹三本書 第一本書叫做 Vaccination Bible 周慶如的那本書 就很接近 Vaccination Bible 就是講那個 疫苗注射的整體分析 就是他的問題在哪裏 我最近有一本書 就是Childhood vaccination 是很細本的 大概有18個問題 家長應該自己要問的 是打針 決定打不打針 要問這18個問題 那日本實際本書 就是在外健康店 六上夜 都有得買的 銅鑼灣和中環健康店 你都買得到的 好了 這個就是第一線 基本等你一個 一個overview 就是整個來講 你了解的疫苗 那個情況 第二本書 就叫做Universal Immunization 這個是加拿大政府 的官方一個 一個數據來的 因為早年 加拿大政府 是捐很多錢 給所謂發展中的國家 那些錢是用在打針的 始終你用一筆錢 你都想知道 錢用了之後有沒有效果 然後他分析很多 所謂的死亡數據 和傳染病有關的死亡數據 成本書就講了這個 很詳細 你看那些圖表 看到了 那結論就發現 其實呢 大部分這些這樣的病 在死亡率 根本在未有打針之前 打針未出現之前 過一百年 已經是大大地降得很厲害 可以說呢 減了百分之九十的 那疫苗才開始綿細 所以你不能夠作一個結論 就是因為這些打針 是令到傳染病消失的 那大家都聽到 每次有些什麼瘟疫 有些什麼天災 那他們通常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就是那些疫症 就會噴噴聲飄出來 所以那些傳染病之所以受控 其實就不是因為打針 令到它消失 是因為我們整體的公共衛生設施改善 污水和食水分隔 其實公共衛生最有貢獻 就是我們的抽水馬桶 這個肯定都應該拿諾貝爾的醫學獎 這個是最大的貢獻 早年英國很多這樣的疫症 因為當時那個污水和食水 是沒有這樣的分隔 導致經常有些霍亂出現 直至到抽水馬桶出現之後 這些傳染病就大大消失了 所以你要看到 經常都問是否應該打針 如果我們想拒絕打針 用什麼原因最有效呢 我們曾經有些人會教 不如這樣說 我對那個疫苗 我進入了深入的研究 根據我的了解 疫苗對我的食物是有害的 所以我就決定不打針 希望你學校尊重我家長的決定 這是一個版本 有一本書《Vaccination Bible》 後面有兩個版本 應該怎麼去做呢 第一版本就說 我根據醫學的原因 醫學的原因 我是基於醫學的原因 我決定和我沈蚓仔 不要和我沈蚓仔打針 一般人以為醫學原因 就是應該打針 其實如果你真正去查 根問題 背後真正的醫學的資料 你會發現 從來沒有醫學證實過 打針對沈蚓仔的健康 有長久的益處 這就是你的真正的醫學原因 但是大家的理解不同 一般的學校 或者一般的傳統西醫 他認為醫學原因是證實有效 其實如果大家真正正看過 醫學資料的證據 醫學原因是證實沒有效的 以及有害的 這是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就是這樣的 你用我沈蚓仔打針 行行行行行行 如果有人願意簽紙 證實有什麼事發生 他全盤負責 我會用不同的法律途徑追討你的 如果有人願意幫我簽紙 證實沒有問題 我就會讓沈蚓仔打針 你看學校有沒有人幫你簽紙 你看衛生署有沒有人幫你簽紙 你就要知道 那個真相是怎樣 因為其實針藥那個盒 其實是有寫的 不過我想一般人不能接觸 如果你打針後有問題 他是不會負責任的 所以你突然問校長 你是不是揹飛 我想人們都離開了 連一間藥廠都縮紗 藥廠都說明他不會負責任 那個問題是不是很嚴重 不是一百萬分之一個 現在在自閉症 早年的數據 一百六十五個有一個十元仔 現在八十五個有一個 又打出打出的問題 你有個自閉症的小朋友 你真是幾… 很可憐 好 接著到我們第六封信 那他就說 Sorry 忘記介紹聽眾的名字 Andrew Andrew Wann 他就說 袁醫生 他自從感冒好之後 他發覺每次從… 由床… 即是躺在床上 原先是 在他起床的時候 他就覺得頭暈了 那這些狀況通常持續幾秒 每次這樣 那他諮詢過西醫 也都試過牙蚊中醫 做過針灸 做過那些 massage 那樣 都試過好幾次 但是發覺沒有好轉 那他在 internet 那裡在互聯網 那裡 就發現可能自己是患了一個叫 BPPV的症狀 那想問袁醫生 你覺得是不是這樣 大家都… 他什麼叫BPPV呢 我也想問你 什麼叫BPPV呢 這個是一個縮減者的一個正常 叫做 BENIGHT PROCISMAL POSITIONAL VERTICAL 中文就說 是一種良性的振發性的姿勢轉換引起的緩魂 其實他剛才所說的就已經說完了 即暈了 即是我一起床 睡一起床就暈了 其實就是這樣 學名說得好聽些 就叫BENIGHT PROCISMAL POSITIONAL VERTICAL 那你說怎麼去處理呢 這位聽眾 正如我很多我的病人都說 都是什麼都看過了 西醫、西醫專家、中醫、針灸 什麼都試過都不行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我會用什麼呢 我會用同類療法去醫治這些問題 因為同類療法有很多這種的經驗 就說 Never been well since a flu Never been well since childbirth Never been well since birth control period 即是很多情況之下 我自從感冒之後 我身體就一直是一振不起了 或者我自從得了那個MALARIA 或者那個弱疾之後 我就經常發燒 不斷性間歧性發燒 或者我生了10元之後 我身體就大不如前 在同類療法就有這種工具 是處理這種問題的 其他的醫療 是針對性的 是針對性的病因 這是真正的病因 當然發生什麼事 很明顯 這個病人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 通常都是腎上線素低 弱 以及導致血壓低 我們身體的腎上線素 其中一個功能是 幫我們打鬥逃跑 是的 即是要緊急 要走路 或者打鬥 那你的腎上線素 會穿起你的血壓 你的血壓不可以低 你會弄光 即是說 腎上線素 是有扮演這個角色 當你由分屏的姿勢 薄薄薄起來 你身體的血壓一定要高 要不然你的血就向下沉 你的腎就會暈暈暈 即是血上不及 即是它背後 就是腎上線素弱 以及導致血壓低 如果我相信 我們去做 我們會很容易測試這個問題 怎樣測試呢 躺下涼力血壓 起床涼力血壓 如果你躺下的血壓 是高於你起床的血壓 應該相反了 就有這個問題 其實也不用量 症狀已經告訴你 是這個問題 問題是你去點醫 我就會用同類療法 處理這個問題 也會用營養素 加強腎上線素 這個就是不難醫的 但始終這個問題 即是身體很明顯 流感對它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它身體是復原不了 沒有能不能徹底復原 這個就是在同類療法 我們會用同類療法的工具 以及療養療法的工具 是處理問題的 那有沒有一些辦法 可以很輕易地講解一下 腎上線為什麼會過低呢 腎上線素是一個身體對付壓力的線體 很多人都是長期壓力之下 令到我們的腎上線 就是散弱了 在Hans Salies 是一個Magill大學的 一個很出名的教授 他好像一個西醫 也可能是一個普通的博士 他就研究了 我們叫Generative Adaptive Syndrome 就是我們身體在一個長期的壓力之下 身體的心理上有什麼變化 其中它發現的變化 就是腎上線素會疲累 會疲弱 因為整天要打 整天要打 不斷地打 沒有機會休息 到底怎樣 就散了 燃了 消耗了 所以腎上線素藥 是很多文明人的通病 經常我們都會遇到這些症狀 所以很容易去到一個過激 或者過低的狀態 他通常是過激 過激 但是你不能經常這樣 鞭那隻 鞭那隻鞭那隻鞭 就不會再跑 沒有力 通常都是這樣 當你有一個感冒 或者傷風 身體來說 一種整體的壓力 衝擊 那你的身體 就算很幸運 被你過了過一關 但是你的身體已經大傷元氣了 那你的元氣就復原不了了 那這個就會出現這樣的跡象 在同類療法 我告訴你 真是能醫百病的 因為同類療法 能夠處理的範圍 是很廣泛的 好像印度國父姦地 都曾經說過 同類療法是他認識 那麼多種世界上 那麼多種醫療裡面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 所以大家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記得去找一個資深的 真真正正的 受過這方面的專業訓練 同類療法的醫生 我相信你很大機會 大部分你的問題都可以解決得到 好 到我們最後一封信 第七封信 那個電郵 頭七個字就是 C-O-N-I-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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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問 本人有這個甲礦的問題 而且心跳一直偏快 已經停了約兩年 但最近經常生很多肺脂 以及經常感冒 所以就試過抽血做檢查 發現原來他甲礦這個病復發 今年已經是第三次復發 原醫生以你的經驗自然療法 能不能夠醫治到呢? 謝謝你 相信大家都明白這個答案是怎樣 在自然醫療中 其實也是這樣 你可以用自然醫療的方法 包括同類療法 大部分人的經驗都是這樣的 最初發現有甲礦 通知年輕女性比較容易出現 我記得最近有些十幾歲的女性 女性都有這個問題 通常他就拿藥去抑制甲層線素 按它一輪殺了一部分 按它一輪就似乎平穩了 接著停藥 停藥沒多久 一段時間他又再次出現 接著通常又再去用藥 按它幾個月之後 或一年兩年之後 好像又平穩了 又停藥了 在康年這個案子看看 應該第三次復發了 通常在西醫角度來說 康年是試幾次用藥去按 如果都按不到 下一步會怎樣呢 下一步就建議 要是用輻射的輻射 把甲上線的細胞消滅 消滅一部分 甚至乎有些是嚴重到差不多 就直接割了甲上線 你知道了 甲上線素和身體的器官 是必要的器官 就是這個線體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割了之後 基本上 你就要一輩子都吃的 這個甲上線素才行 所以很多人 最後你都見到 都是被人割了這個線體 那割了線體 不是代表你醫好它 即是說你 哎呀我醫不了了 不懂醫了 割了它 沒有眼看 其實真真正正 那個情況 根本是這樣的一回事 那試過 其實很多方法 除了你所用的西藥去按之外 其實有更加其他的方法 他經常有感冒 經常有肺脂 肺脂多數呢 如果經常性呢 很多時候呢 和你的食物敏感有關的 即是你自己留意一下 即是你 當你肺脂發作的時候呢 你想想最近 這一兩天 吃過什麼食物 其實很多食物 都會有這個可能性 那譬如粟米 有些人對粟米 吃了之後會有肺脂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粟米 都是基因改造的食物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很明顯 那你就要割了那些食物 那經常性感冒 亦都是代表你的免疫能力差了 嗯 那在甲礦裏面 都是一個免疫失調的症狀 那身體的甲礦 都是屬於一種免疫能力失調的 那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即是可以不可以醫呢 即的答案 會應都是我們 我們醫過很多這些病 但每一個病人來說呢 我們都很難可以 即是在未見過病者之前呢 我們就說呢 我一定可以醫得到 他那種病狀的 那我們通常呢 都是要求病人呢 即是遇到這些這樣的慢性病啊 人家醫不到那些病呢 就算他來找我們醫也好 都希望他呢 就給足夠的時間 即是不要呢 就來多一兩下這樣 那就要求呢 要神奇地這個病會消失 如果我有這樣的能力呢 我想我命都沒有了 因為全世界全街都是病人來的 是沒有人醫得好病的 那就幸好呢 我就沒有這些神醫的能力啦 我只不過呢 是借助自然的工具啦 是可以幫助大家的 那所以你說醫不醫到呢 是好視乎那個體質啦 他的病歷啦 他過去的受那些藥物的破壞到程度啦 那還有呢 他跟不跟從我們的指引 即是我們那個治療的過程 一個過程來的嘛 就不是一下子兩下子的嘛 那如果你是乖乖的 大家合作得好的 你跟足來說呢 我們有起碼有百分之七十個機會呢 對大部分的 我們遇到的那些問題呢 都可以處理得到 除了一些美其癌症 就是美其癌症 我不敢說 美其癌症是不容易醫的 那但是起碼呢 都令那個病者呢 可以過得舒服一點啦 那都是一個一個 一個好處來的 其實很多聽眾都會問啊 袁醫生你能否治得到啊 那其實 那個答案是 我們這個 但是呢 就不能夠患你家 因為我沒見過他們嘛 還有聽眾都要想一下 其實我們要不需要 為自己負責任呢 那就是 很多人呢 我聽袁醫生說 就會 可能看一次兩次就放棄了 那其實你的信心啊 你的堅持都很重要 有沒有改善自己的飲食習慣呢 那就是你找到食物敏感的根源 又有沒有去解釋呢 自己有沒有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任都很重要的 那我們和大家 即今集談到這裡為止啦 因為節目時間又差不多啦 那各位聽眾呢 如果遇到一些問題比較複雜啊 或者自己處理不了的呢 其實可以去我們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到預約見一見啊 袁醫生啦 那我們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 是2577-3798 另外呢 也可以去我們的討論區留言啦 即是給我們一些意見的 那今集的時間又到了 下次再談過啦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